近日孙莉在社交网站晒出带着两个孩子一同去摘草莓的照片 看起来非常开心 照片中儿子等等和女儿花花都有出镜 两个小布点在一同摘草莓的样子真的是蒙翻了 特别是等等很会照顾妹妹 花花的东西她立刻就去接 小小的样子仔细摘草莓真的很有爱啊 只不过这次是有孙莉一个人带着等等和花花来的 也就是说一家四口嘟嘟缺了邓超 有网友调侃孙莉摘草莓不带邓超 邓超回来绝对又要到了 孙莉邓超这对恩爱福气的日常可以说是都比的日常 你随我一句我笑你一句 不过最近孙莉夸邓超了 孙莉登上艾拉四月刊采访视频曝光 娘娘毫不吝啬表扬邓超是位好爸爸 有次等等陪邓超拍戏收工非常累了 超哥还是陪邓等去吃披萨 作者就睡着了 然后有一次人特别感动的就是 邓等去看他拍戏 其实他很困到就是连饭都可以不吃 直接睡觉的那种状态 然后他还陪儿子出去吃披萨 直接在餐厅就坐着就睡着